远景骑着警车要追上前方一辆小客车 但驾驶连停都不停一路往前冲 终于将人拦下 但男子下了车还对着远景呛了几句 就怕他持有反击的武器 警方立刻拔枪要求对方立刻趴下 日前凌晨一名零星驾驶开着银色自小客车 行进新竹西大金国入口时 先是违规闯了红灯后 一旁巡逻远景发现随机上前拦查 驾驶发现远景跟上来加速离开 连续闯了多个红灯 最后在金国中正路口遭到警方拦下 一度想要开着车继续逃跑 事后男子公称以为自己坐在副驾驶座的朋友 有案在身被通弃 又看到警方太紧张一时心虚 所以才会闯红灯 依规开发蓝亭不停及闯红灯等交通违规事项 警方为维护社会治安并保障用路人安全 会持续加强巡逻及盘查 这个路段就在新竹市闹区 距离火车站及百货公司都不远 平常车流量就很大 这一连串离谱行为 后续警方也以不服取缔及闯红灯置单开罚 说是担心朋友是被通弃才落跑 但连续闯红灯又不接受盘查 就在警方面前公然违规 就怕一个不小心还伤及无辜 TVB的新闻 陈盛敏阳旗新竹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